每天都要做一個測試 這一行就是我們會看到那個電單車的咪標 當我們的車輛帶它走到那個速度的時候 它就會下一個咪數 就會等著它實際那個行車距離 看看它們的差異有多少 如果是超過10% 我們就說這個咪標是符合標準要求的 那這一件事呢 將來警察部去告人來講 告個超出者呢 才是叫做口揮隔的 因為如果超出發明太多 結果人家會爭吐 我們按鍵去鎖的 我們看著那個咪標 就是我的同事就看著我50按下 所以這一個速度呢 就是這個咪標的實際速度來的 這個是 因為這個測試有聽過的 是聽過的 那價錢呢 就是他看著那個車的80公里 之後 這樣去告人的80公里 但實際呢 這個車是走了大1公里 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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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這個測試呢 就完成了 那你可以看到呢 他在不同的速度呢 他的信息的差異呢 都不會超過3%的 那你變成這樣一個有力的